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7日就要前往韩国板门店参加两韩首脑的历史性峰会 除了是首次全球直播外 金正恩可能将有许多创举 包含成为第一位跨境到韩国的朝鲜领袖 也可能成为首位带着第一夫人参加两韩峰会的领导人 国际关注的两韩峰会倒数三天 朝鲜与韩国政府更是马不停蹄的准备 朝鲜官方对于金正恩的行程细节保密到家 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 韩国方面的官方消息指出 金正恩的夫人李学祖很可能会同行峰会 并参与会后的晚宴 同时也将是两韩领袖夫妇首次同时亮相 外界推测金正恩可能搭乘他的防弹兵士坐车 抵达两韩边界的统一格后 下车徒步穿越军事分界线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上前迎接 预料这也是两人首度握手的地点 届时全球都会透过直播画面看到这一幕 当天上午是双方高层官员的会谈 包含韩国国防外交情报国安统一等部门首长参与 下午将会是两韩领导人单独会谈的重头戏 共同声明也可能将在下午发表 朝韩领袖夫妇也将在傍晚进行晚宴 菜单内容富含意义 已故现代集团会长郑周勇 曾经赶着牛群访问朝鲜 饲养这群和平之牛的中青南道瑞山牧场 将特别供应晚宴上炭烤牛肉所需的寒牛 已故作曲家尹依桑也曾经促进两韩交流 他的故乡同营近海出产的章鱼 将被制成凉拌章鱼上桌 文在寅也特别点了来自平壤的预留馆冷面 朝鲜也派出预留馆首席厨师亲手制作 文在寅儿时在釜山吃过的烤鱼 以及致敬金正恩曾经留学过瑞士 瑞士国菜马铃薯饼的韩式改良版 也将被端上餐桌 两韩峰会倒数形成细节成交点 晚宴菜单也象征两韩的友好关系 新闻时事报记者黄仁杰整理报道 和爷十 Mantra 经营有充足 前原来以此 永宫安废 occurs程常 tomorrow 希望大家 tijd ejful 这件事 想保持大 dingen 俺я就容易